相信大家对五十三客这个名词都非常熟悉,因为许多影视作品中,犯人被处斩时,判官都会喊一声,五十三客一道,行行。 然后大肚子的刽子手,喝一口大碗酒,网刀上衣土。 而电视剧情节,往往会在这关键时刻来一具刀下留人。 而细心的人就要问了,这为啥古代处决犯人,为何都要选在五十三客呢? 五十三客又是现在的极点呢?难道处决个犯人,都需要挑个良辰吉日吗? 下面看秘制,小编,就为大家揭秘一下古代五十三客处决真相。 真相让人冒汗。 首先,在古代一天被分为十二个时辰。 一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,而克是有一百克。 每一克就相当于十四点四分钟。 而五十基本上是十一点到一点之间。 那就差不多是十二点左右了。 而这个时间段,也是阳光直射地面光线最强的一段时间。 在古时候通常会认为死人阴气重。 选择五十三客,阳光最鼎盛的时候未斩。 是为了犯人死后灵魂,会被日光驱逐出人间。 这一般都是放在那些最大恶极之犯的身上。 意思就是让他连鬼都不得做。 但是如果不是重罪如是君谋反等罪的话,一般斩形是正午开刀。 其次,除了五十三客处决犯人的做法外,你肯定也听过秋后问斩的说法。 其实,这是由于到了秋天,花木枯萎,百虫折服,天地萧瑟,生产也进入了尾声,要过冬了。 这时候,那些需要处决的犯人,就可以行行了。 而且在司马迁的报仁安叔,也有提到,这是符合应天时的一种做法。 遵循了一个自然的规律,秋天是万物开始凋谢的时候。 犯人们集中在秋后处决,也是一种符合上天安排的说法,也可以节约过冬的粮食。 因此,除非是一些个别的罪名罪犯,可以不按季节行刑,其他的死刑犯,都得在秋冬执行。 而且一般是选在闹事之中,所以有气势一说。 所以,为什么在电视剧中,总会看到将犯人拉到菜市口的地方进行行行? 这是由于菜市口就属于当时的闹事,人最多的地方。 再者就是,还有一种说法,选择五十三刻,是由于五十三刻世人困乏,精神恍惚的时刻。 这时候行刑能减轻贩人的痛苦。 因此,古人一般选择在五十三刻行刑,其实五十三刻也有很多忌讳。 在这里,下下下,比如五十不能杀牲口,不宜行房事,不能进英会之地,不拜神求佛,不牵牧。 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,这都属于封建迷信,但是这些禁忌,足以看出过去的人,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心。 除此之外,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在古代,五十三刻的具体时间,是随着规矩的改变在不停变化的。 只有五十是中午十一点到十三点之间是可以确定的,而对于现代五十三刻是指中午的十一点四十五分。 总而言之,不管五十三刻,还是秋后问展都是掌握了一个时间段,最大恶极之人,不得不惩罚。 但五十三刻和秋后问展,都体现了古人对上天,对生命的敬畏之心。 而且,世界所有的古代国家,在执行死刑时,都要求在白天进行。 比如二十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普遍都是在日出之时处刑,以上便是古代处杰犯人选在五十三刻的原因。 当然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一些封建迷信了。